好 就因为四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太差了 企业大佬现在把矛头指向了 央行汇率政策 新普的董事长宋福祥 他还痛批了 说我们台湾政府是最糟糕的政府 央行官员应该要减薪两成 经济部也书面报告预警 说电子塑胶化学钢铁产品 受到日元贬值的影响 出口日本恐怕都不乐观 炮丹连发 咱们的企业大佬 对央行的汇率政策批评就是这样 那对台币还有以外销为导向的这个产业 的冲击是相当相当的大 日本都能做了 我们台湾应该要笑话 汇率适度的去让他拥有一个 比较合理的汇率的结果 每个人一开口就是对汇率有一件 国内电子龙头新普 董事长宋福祥更痛批 台湾有个最糟糕的政府 不重视汇率政策 这些官员应该减薪两成 出口商当然 他们的声音我们会 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情 汇率问题有多严重呢 进一步最新报告就警告了 电子 塑胶 化学 钢铁 这些产品受日元贬值影响 出口到日本恐怕将会遭到取代 企业极热 日元贬值冲击还会让台湾变成热前避风港 日本观光客成本变高 来台旅游也会变少 呼吁不要买 不酱不要买 是不是 给他们的颜色瞧瞧 日系化妆品没有因为日元贬值降价 官员只能消极俱买 对外销企业他当然希望说能够贬值 那这个贬值对外销他有利 央行强调部分日系商品已经降价 不过出口竞争输人 进口物价又不明显 汇率该怎么微调 彭总裁真该好好想一想 东森财经新闻众报导 发言到 谢谢观看